林书豪这段时间在NBA赛场上是神勇表现 让他的家乡台湾掀起的好小子热潮发烧 体育台转播比赛的收视率最高冲上4.55% 等于全台湾近百万人同时在看林书豪打球 八块牛排滋滋作响 饭店新餐点全冲着林书豪来 像我们新推出的刚好小子牛排 连蔡明也跟纽约搭上边 出牌分量更是林书豪最高得分 餐厅改搭顺风车实在是好小子太行了 书豪在外围的投篮出手 It's good 林书豪转播的收视率屡创佳基 12号拿下第五胜平均收视2.53% 最高冲上4.55% 等于就百万人收看 未来体育台号称是十年来转播NBA的最高收视 各体育台也开始争抢NBA尼克队的转播权 还计划提高广告价码 就连体育餐厅也趁势抢商机 破天荒常常转播尼克队比赛 即使是半夜的赛事也开放民众预约定位 隔海替林书豪加油打气 看得出这股好小子旋风持续席卷台湾 谢谢大家